自己也差别人很多 然后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郭安轩 跳水队大变样 女子跳台二大名将回归 12岁天才挑战全红蝉 近日 中国跳水队正式宣布在北京集结 拉开了新一轮奥运备战的序幕 此次集训的亮点 无疑是两位跳台名将 卢维和长敏捷的回归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 年仅12岁的新星李瑞希 首次进入国家队 这次集训展现了中国跳水队 新老交替的明显趋势 也预示着在未来的奥运周期里 新的力量即将展露头角 每个运动员的终极目标 毫无疑问就是能够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而奥运会四年一届的特性 也使得每一位运动员 在面对这个巅峰赛事时 都会拼尽全力 作为吃青春饭的职业 体育领域新老交替的步伐 往往比其他行业更加显著 中国跳水队作为世界文明的梦之队 同样面临着这一规律 在过去几届奥运会中 跳水队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天才选手 逐步接替前辈们的位置 为中国在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 此次集训的选拔 无疑再一次向外界展示了 跳水队更新换代的决心 例如 奥运冠军张佳琪这次并未被召回国家队 而12岁的李瑞希则是首次入选 这样的变化清晰地表明了 新一代选手正在快速崛起 张佳琪在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跳水队夺得金牌 是一位经验丰富 实力强劲的运动员 但如今 中国跳水队显然更看重的是那些具备潜力 能够在下一个奥运周期中 为国家争光的新人 本次回归国家队的两位名将 卢维和长敏捷也备受关注 卢维虽然年仅18岁 但他的表现已经相当成熟 出生于四川南冲的他 从5岁开始练习跳水 13岁时便进入了国家队 在多次大赛中 卢维展现出出色的技术 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他曾与奥运冠军任倩 张佳琪等搭档出战双人跳台比赛 并屡次获得佳绩 卢维的回归 显示出他依然是中国跳水队的重要力量 未来的奥运舞台上 或许我们将看到他再次为国争光 张敏捷同样是值得期待的选手 2004年出生的他 来自江苏延城 曾与张佳琪搭档争战多项国际赛事 并多次在亚运会 亚洲杯等比赛中斩获冠军 张敏捷自2016年进入中国跳水队以来 一直是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尤其在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上表现出色 他与张佳琪的配合默契 屡次在国际赛事中为中国队带来胜利 如今 张敏捷回归国家队 相信他的经验和实力将为队伍注入更多的力量 当然 此次集训中最受瞩目的 无疑是年仅12岁的李瑞希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明日之星 李瑞希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跳水锦标赛上表现优异 获得了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 他与师姐卢维组队出战双人十米台 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显示出他强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李瑞希年纪虽小 但实力不容小觑 他的首次入选国家队 意味着他将接受更为专业的训练和指导 这无疑为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李瑞希的到来 必然会给全红禅带来一定的挑战 全红禅 这位手握三枚奥运金牌的跳水天才 自东京奥运会后 一跃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他以其完美的表现 和冷静的心理素质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尊敬 随着新的奥运周期开启 全红禅的目标 无疑是继续在巴黎奥运会上 争取更大的荣誉 然而 随着新兴李瑞希的崛起 全红禅面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有网友打趣道 李瑞希或许将在未来的赛场上 挑战全红禅 但目前来看 两人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 全红禅的奥运经验和长期的训练 使得他在国际赛场上拥有 无与伦比的优势 不过 进入国家队的李瑞希 将会获得更系统的训练 未来他的成长速度将会非常快 或许不久的将来 他就能成为全红禅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竞争对于运动员来说 并不是坏事 相反 良性的竞争往往能够推动选手们不断进步 全红禅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经历了两届奥运会的洗礼 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他不仅在赛场上拥有稳定的表现 也具备了良好的抗压能力 面对李瑞希的崛起 全红禅无疑会更加努力 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 他的目标显然不只是保持现有的成绩 而是继续向自己的第四枚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新的奥运周期已经开启 新的挑战和机遇也随之而来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 新老交替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但每一次的交替也意味着新的希望 无论是卢维、长敏捷这样的名将回归 还是李瑞希这样的新星展露头角 都为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跳水作为中国的优势项目 一直以来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 未来几年 随着新一代选手的成长 跳水队仍将是中国在国际赛场上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像全红蝉这样的奥运冠军 还是像李瑞希这样的新星 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为国争光 每一个跳水运动员都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 他们的每一次腾空 每一个入水都凝聚着汗水与拼搏 在新的奥运周期里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精彩表现 也期待中国跳水队继续输写辉煌的篇章 不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将 还是充满潜力的新人 中国跳水队都将以强大的团队精神 迎接每一个挑战 在未来的奥运赛场上 我们相信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 将会不负众望 续写属于中国跳水的辉煌 期待全红蝉再创佳季 期待李瑞希的迅速成长 也期待更多中国跳水运动员 在未来的赛事中 为我们带来惊喜与感动 神速 跳水队东迅锦树天 全红蝉现身跳水馆 直接报售回奥运时期 近日 中国跳水队重新集结 开启了洛杉矶周期的备战之旅 所有参加了巴黎奥运的选手 基本也都出现在了东迅之中 此外 还加了两位优秀的小心人 年龄大约是在十四分之十三岁左右 一男一女非常和谐 目前跳水队采取的也是梯队建设 备战队伍中有老人 有中流砥柱 还有需要培养的新生代人物 跳水界的双子星全红蝉 陈玉希等一众优秀选手 全部在列 全红蝉可爱地表示 在过去的两个月假期里 自己吃胖了好多 如今训练开始 首要任务就得从减体重开始 陈玉希则特别开心 因为这次集结的队员中 有好多都是她之前的老队友 有趣的是 当全红蝉开始减肥时 一圈人都围着她 仿佛在见证一场特别的战斗 回想起全红蝉假期里 大吃大喝的模样 再看看现在圆鼓鼓的她 确实让人觉得 减肥对她来说得费点劲呢 然而 要知道 原来天下女生都一样 都得面对减肥这个噩梦 就连全红蝉也不例外 尤其是跳水运动员 对于体重的控制 近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此前 就有网友拍到 全红蝉在归队后 饮食方面非常夸张 吃香蝉不能吃一整根 只能吃一小块 饮食方面 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除了饮食外 还有高强度的训练加持 非常不容易 初期有多辛苦和累 也是大家看在眼里的 不过 对于全红蝉来讲 减肥这点小事 应该没什么难度 毕竟 它有着顽强的毅力 和拼搏精神 坚持训练 再加上科学饮食 大家都相信 它很快就能恢复到 赛前的模样 全宝加油呀 全世界都想看你压水花呢 在众人的期待中 全红蝉投入到 紧张的训练中 嘿 仅仅练了这几天 满打满算 也就三天多的时间 全红蝉真的瘦了 前几天 脸上还肉乎乎的 至少比奥运时期 胖了十斤左右 现在一看 那肉不见了 通身全部恢复以前的样子 便苗条了 哎呀 谁再说减肥难 减不下来 我都不信了 只要啃下功夫 管住嘴 迈开腿 就一定能看到成效 全红蝉就是最好的例子 宝贝加油呀 希望你每天活力四射 开心快乐 在中国跳水队的东训中 全红蝉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拼搏与奋斗的意义 他的神速转变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决心和潜力 但是 不得不说 全红蝉真的很优秀 这减肥速度真的太快了 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将继续绽放光彩 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